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惯着家人的健康运势 假如厨房的风水布局不合理 会直接影响家中的财运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而厨房的水槽最需要注重的一个方面 若是不注重水槽的风水 就容易导致水火相克 而这样的格局若是出现 必定会导致我们的运势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厨房水槽有哪些风水讲究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 水槽位置的遗迹 一 水槽依靠北 在风水学中 向来以北面赐厂为家 而厨房为住宅风水财库 水槽也是寓意财源 所以厨房水槽也是以摆放安装在北面 厨房水槽摆放在北面有利于厨房聚集生气 更加利于厨房风水 有助于家业兴旺 二 水槽依靠西 厨房安装水槽是依靠近西面的墙壁 呈现坐西向东的布局 这样有利于厨房风水格局 这是因为从风水五行上来讲 东方属木 将不锈钢水槽放置在东方 能够更好地吸收东方的锐气 会让主人的身体更为健康 为了达到更好的风水效果 在水槽边上配备鲜花盆栽能够让木季更旺 风水效果更好 三 水槽一再即位 水槽里的水是主材 因为水在不停地流失 所以水槽位置安放在即位 可以催财和旺财 但是既在水槽边养鲸鱼和龟类小动物 因为鲸鱼和龟类是需要放生的生物 在水槽里面养会招来不必要的灾难 四 水槽既靠东 厨房水槽在安放的时候 既靠着东面的墙壁 而正对着西面 从家居风水布局上来说 西方属金 而水槽的水气会让金顿化 对主人大为不利 此外 西方属于龟英尾 将水槽朝着这个方面会不吉利 如果是由于建筑设计的原因 而不得不选用这个方位的话 那么可以在炉灶的墙壁内放置五地铜钱来化解 五 水槽即正对厨房门 在风水中厨房属火 而水槽则是属水 水槽和厨房门相对 就会形成水火不容的格局 本来厨房是生财的地方 与门相对 容易将污秽之气对冲向厨房门 将采取冲散 造成漏财的运势 并且水槽每天都会被使用 不管是食材的清洗 还是储具的清洗 与门相对 容易使整个水槽受污 产生细菌 六 水槽即正对卫生间 厨房水槽所洗的东西 都是与人们的饮食有关的 需要的是干净 卫生 因而需要远离肮脏的厕所 尤其是不宜与厕所正面相对 否则将对于家人的健康不利 七 水槽即靠炉灶 在厨房风水学中 水槽和炉灶不宜挨得太紧或者对冲 因为水槽为水源 是用水之地 而炉灶是烹饪之地 是用火之地 两者摆放在一起 会犯了水火相冲的大忌 不但于家中风水不利 还将严重地影响家人的运势与健康 二 水槽的遗运 一 水槽即太浅 如果厨房中水槽太浅的话 使用起来会很不方便 而且容易有水溅出 而在风水学入门中有水煮财的说法 所以如果水槽中的水溅出就如同财气外露一般 容易导致家中漏财 对于家人的财运影响会比较的大 二 水槽即太大 厨房中水槽不能太大 否则会导致产生很多不急的风水气场 这主要是因为水槽太大的情况下 所占用的风水能量也会更多 而且水槽乃是下水位 这里会有一些污秽之气 这些污秽之气产生之后 将会严重破坏厨房内的风水气场 从而对家人的健康运势造成巨大影响 所以 厨房内的水槽应该尽量小一些 这样对厨房风水的稳定性会有一定的帮助 三 水槽济污 风水学中才济济污 所以水槽平时使用的时候要及时清理 不宜过于污秽 否则容易导致厨房不聚财 甚至有破财之余 在厨房除了水槽 厨房本身也是重点 很多人会在厨房里面放一些东西来增望家里的风水 那么厨房内放什么比较好呢 接着往下看 一 移放紫砂壶 紫砂壶也是一种吉祥物 在很多的风水摆设中都能够看到紫砂壶的出现 如果厨房中风水环境不稳定 我们就可以在厨房中摆放上一个紫砂壶 里面装上茶水 经常更换保持着干净 那么就能够起到调和阴阳的作用 也能够稳定厨房中的风水环境 让家人的运势也变得稳定 还可以助力住户的健康运 二 移放黑药石 黑药石在生活中很常见 有着吸附负能量 转运辟邪的作用 许多人会在身上佩戴黑药石 即使把黑药石摆放在厨房里 也会起到很好的风水作用 不但可以辟邪 还可以招财纳福 旺财运 三 移放五帝钱 五帝钱可以化解厨房煞气 保证厨房内的财气不外露 而且还能给厨房带来招财的风水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佩戴钱币 以党煞 防小人 辟邪旺财 祈福的习俗 五帝钱是中华民族中 最兴盛的五个帝王所住的钱币 因而五帝钱更多汇集了 天 地 人之气 再加上百家流通之财气 故能镇宅 化煞 并兼具旺财功能 还能强化主人自信 化解六神无主之缺陷 四 一放皮修 皮修是一种锐手 生活中也有着许多 关于皮修的风水吉祥物 皮修不但有着招财纳福的作用 另外也有着镇宅辟邪的作用哦 建议大家可以把皮修摆放在厨房中 镇压厨厨房中的泄气 或者是其他的不良气息 带来好的气息 让厨房中的风水变得更加好 五 一放红宝石 红宝石呈三角状星形 星叶是鲜红色 而长大之后则呈绿色 能够带来非常好的观赏效果 数多年生攀缘草本植物 厨房在烹饪时会产生大量的油烟等等 往往会对家人的身体健康 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在厨房摆放一盆红宝石 除了可以起到清新空气的作用外 还可以吸附厨房的油烟等有害物质 从而更好地保护家人的身体健康 另外从风水上来说 在厨房摆放红宝石 象征着家庭幸福美满 六 一放君子兰 如果在厨房放一盆君子兰 金色的花朵赏心月幕 高贵典雅 它们可以帮助你疏通生活场所的财富 另外君子兰象征着吉祥 可以帮助大家提高贵人运 获得更多有利的社会资源和帮助 让大家能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七 一放银黄后 由于厨房里面的油烟比较重 银黄后正好可以抵抗油烟和煤气 并且能够吸收有害物质 净化空气 放在厨房中比较的合适 并且它的体积比较的小 占用的空间也不会太大 摆放的位置可选择性比较多 生命力比较顽强 不需要进行仔细的养护 八 一放绿螺 绿螺是家居装饰中常用的一种植物 它不仅能够帮助净化空气 而且还有驱赶蚊虫的功效 从风水上来看 绿螺本身具有固化风水的作用 也有一部分净化运势的特殊功能 因此在厨房摆放绿螺是大多数人的首选 同时在厨房摆放绿螺 还可以起到驱散不利的风水影响 可以有效保证住宅风水不会恶化 改善家人运势 并稳不提升各大运势 厨房是我们家中烹饪食物的地方 如果这里面的风水不好 那么食物也会沾上不好的气息 从而导致祸从口入 所以千万不能大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